好各位同学 咱们继续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审计课程 习题班相关内容的学习 今天咱们进入到关于循环审计部分 那么关于循环审计呢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教材当中 实际上是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 涉及到了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审计 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审计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审计 以及货币资金审计 那么对应着这四章 我们其实在基础班的阶段的时候 都给大家有所介绍 不管是在基础班的第一阶段 还是第二阶段呢 我们都会给大家特别强调 在循环审计当中的一些重点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我们教材经讲的环节呢 就会在每一章啊 就是第十九到第十二章 这四章每一章介绍的时候 会把比如说 销售与收款循环当中 涉及到这个营业收入的实时性程序 应收账款的实时性程序啊 当然应收账款还要跟前面 我们介绍韩正的内容 做一个呼应 对吧 那么到了第十章 介绍到采购与付款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主要介绍的是 关于比如说 涉及到了相应的一些重要的内部控制啊 然后呢 涉及到了这个应付账款的 这种实时性程序 那么到了生产与存货循环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 我们不光是在第一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 进入到这个基础班的专题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专门就这个尖盘 尤其是存货尖盘啊 那么给大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因为存货尖盘在每年的考题当中 以这种简答题啊 一道简答题考存货尖盘这种形式出现 是非常多见的 那么再有就是这个货币资金审计 货币资金审计呢 实际上它是包括了两个方面内容 一个是库存现金的尖盘 另外一个就是银行存款的实质性程序 这两个应当来说是重要的部分内容 那么对应着这两个的学习呢 我们也应该是以准备这种简答题的形式 那关于货币资金审计前几年 主要是在客观题当中来考察 那么或者是在这个综合题的某一问或两问当中来考察 我记得在去年的这个一套题目当中呢 是以简答题的形式来考察了货币资金审计相关的内容 所以呢 这四章的内容我们放到了一个部分来给大家介绍 实际上仍然可以按照这个四个大的模块来进行学习 只不过我们从命题的角度上来讲呢 需要着重的突出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也就是存货监盘 它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主观题 还有呢就是关于货币资金审计当中 库存现金的监盘 银行存款的实际性程序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要的重视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结合着题目 对于跟循环审计相关的内容 给大家做现用的一个整体的梳理 好 那么关于循环审计的第一个考点 就是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 这其实就是第九章 对吧 那么大家先来看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审计程序中 可以为营业收入发生认定 提供审计证据的谣 你看这道题其实考了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个是这个营业收入 对吧 然后呢它的发生认定 另外一个呢 是这是一道多选题 它的题干讲的是说 可以为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提供审计证据的有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 你能够看到从这个程序当中 有跟营业收入的这个发生认定 有关的那往往就是一个 可以选的选项 是吧 那我们来看选项吧 A 从营业收入明细帐 选取若干记录 检查相关原始凭证 这实际上是一个逆查的过程 从明细帐查到原始凭证 那如果说明细帐有 然后查到原始凭证 结果没有原始凭证 往往意味着什么 这个这笔营业收入 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 那么它的发生 实际上是没发生 那可不就是为发生认定 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吗 对吧 那如果反过来说 从相关的原始凭证 查到明细帐 这个时候可能就 对应的是这个完整性的认定 但是现在A选项 是一个逆查的过程 那就是跟发生认定相对应的 对吧 那么这个是对的 没问题 B呢说对应收账款的余额 实施含证程序 我们讲在应收账款含证的时候 对应收账款的余额进行含证 实际上就是能够对营业收入 它有没有发生提供证据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 我们讲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的 一开始就说了 其实重要关注的就是那个分路 借应收账款 在营业收入 营交税费 营交赠税 相向税额 同时在节转成本 那么在营业收入 也就是说在销售与收款循环当中 重点关注的也是营业收入 以及应收账款 这两个科目 因为他俩之间有这种 报表的勾计关系 所以营业收入虚增的话 往往对应的那个 应收账款也虚增 对吧 那么相对应的 如果我们去查这个应收账款 去含证应收账款 对应收账款的存在认定 是能够提供比较充分的证据的 那如果我们查出来之后 发现这个应收账款没有存在 也就是说一含着 发现这个应收账款是虚构的 说明它的存在有问题 那实际上是不是就对应着 可以查到它应收账款的 这个营业收入的发生 是有问题的 对吧 因为虚构了一笔应收账款 那往往对应的那个营业收入 可能就是虚构的 对不对同学吗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能够对营业收入的 发生认定 提供证据的程序 再来看C 检查应收账款 明细账的代方发生额 这个能不能够实现 这样一个目标呢 我想想一想 其实它跟B的思路很像 B的这种做法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看看 这个应收账款是不是真的存在 那对应这个应收账款的营业收入 就能够提供一定的证据 那到C的时候呢 我们说B是通过含证的方式 C是通过查这个代方发生额的方式 什么叫做应收账款的代方发生额 我们都知道应收账款是一笔资产 对吧 那么资产增加寄到借房 减少寄到代方 那么既然是代方发生额的话 就说寄到了应收账款的代方 什么时候寄代方 减少啊 什么时候减少应收账款啊 钱收回来了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查应收账款的代方发生额 实际上不就是能够看看 哎呀这笔钱是不是还回来了呀 如果没有查到它的代方发生额 对吧 那就说这个钱可能没有还回来 就意味着说这个应收账款 是不是一直在那挂着 一直在那挂着 一直不还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笔应收账款 是一个虚构的呀 对吧 那么这笔应收账款是虚构的 往往可能就意味着这个营业收入 就是虚构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C检查 应收账款的代方发生额 也是有助于我们 哎看看 对应着营业收入有没有虚构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也可以 第一呢 调查本年新增客户的工商资料 业务活动 及财务状况 好 我们查的是新增客户的工商资料 业务活动 及财务状况 这个过程 对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各位们 能不能够提供证据 我们为什么查客户能查 你想 我们把商品销售给客户 产生这个应收账款 产生应收账款和营业收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去查这个新增客户的 相关的这个资料啊 活动啊 和财务状况啊 为什么是新增客户 往往就意味着说 今年跟他发生的业 我把商品销售给他了 我产生了来自于他的营业收入 对吧 那我如果查到 他的这个工商资料 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 发现啊 诶 这可能这个客户是虚构的 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对应着这个客户的 发生的那个营业收入 往往就有可能是虚构的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D选项 其实也可以某种程度上 为我营业收入 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提供一定的证据 是吧 所以照题 ABCD四个选项 实际上都可以为 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提供证据 我想大家 A和B是容易选出来的 关于C和D呢 稍微的需要我们 废废思量 但是这个过程 其实也体现出来了 我们对应着这个业务本身 它之间的发生 以及这种 报表的勾计关系 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了解 甚至于说 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种对食物的 这种亲身的一种感受 而这种感受呢 其实对于我们做 类似的题目来讲 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看C说了 说应收账款的 代方发生额 代表着应收账款的收回 检查期是否有相关的 这个收回的支持 收回单据的 收款的单据支持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很有可能 这个应收账款是虚构的 那对应着 营业收入 也可能都是虚构的 对吧 那到底呢 说对新增客户的情况 进行调查 也可以为这个交易的真实性 提供一定的证据 好 再来看第二题 这是一道单选题 下列有关收入确认的 舞弊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大家来看 这道题相对来说比较综合 那其实考虑就是这个 营业收入审计过程当中的 一个风险的分析 A说 关联方交易比非关联方交易 更容易增加收入的发生认定 存在舞弊风险的可能性 那么这句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从 我们的教材当中 找到一个 这种追根素缘到教材的 这个相关的内容的 这句话是对的 我们讲 这个你看 他没有说特别确凿的 就一定比他的这种 这个风险高 对吧 人家说的是 更容易增加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关联方 比非关联方交易 更容易增加收入 发生认定 存在舞弊风险的可能性 这个里边没有说的过于绝对 所以这样的说法是对的 你想很容易就能够理解 关联方和非关联方 我们为什么可能更多的是 这个写关联方交易 因为非关联方可能 没有办法给你提供 那么多的 让你看上去比较真实的 这些证据 对吧 但是到了关联方的时候呢 可能能够 关联交易之间的这种 串通舞弊的行为 就更容易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更容易增加这种 收入发生认定 存在舞弊的这种可能性 那因为 可能大部分的企业 都会有这种业绩方面的压力 是吧 所以我们在进行 收入审计的过程当中 对于这个收入的发生认定 要尤其的关注 所以A是对的 B呢 如果被审计单位 已经超额完成 当年的利润目标 那么 但预期下一年度的 目标较难达到 表明收入的截止认定 存在舞弊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你看 这个地方呢 同学们看 先来看他这个 用语的一个严谨性 他说的是可能性较大 对吧 大家就不要在这里边纠结了说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一定要发生这种风险啊 人家没有说一定 人家只是说的可能性较大 所以这道题 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的点 在于 对应着前面的情形 是不是跟这个截止认定的 关系更密切啊 就是说在前面这种情形下 到底是截止认定啊 还是什么准确性认定啊 有关系 对吧 你看前面情形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当年已经超额完成目标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作为管理层来讲 他们这种薪酬契约影响之下 啊 那么当年的目标完成了之后 他肯定是要为下一年做准备的 他担心下一年 如果我完不成目标的话 那可能我的薪水啊 我的职位啊 都有可能不保 对吧 所以呢我今年完成目标 我就不去往上再怎么怎么样了啊 然后呢 我就把今年的挪到下一年去 做这样一个盈余的平滑 是吧 就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 银吃卯粮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今年啊 要完不成目标了 我把下一年的先拿到今年来 这个正好相反了 但是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从今这个截止的角度啊 跨期确认的这种情况 应该本期确认 推迟到了下期 或是应该下一期确认 推迟到了本期 而前面的情景就很明显说的就是 哎 将本期确认的推迟到了下期确认 为了下期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哈 所以这个跟截止认定相关 那反过来如果说 今年度可能完不成目标了 将下一年度的提前到本年来确认 那对应着也是截止这个认定 是吧 所以B呢 它也是对的啊 那么再来看C C其实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啊 就是你一定要理解好这个情景 你看C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被审单位采用完工百分比法来确认收入 且合同完工进度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那么表明收入的准确性认定 存在5B的风险可能性较大 对吧 你看这个B和C啊 你都不能够 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告诉了你 B和C这两个选项的时候 又是单选题 就是这个可能性较大的问题 就没有什么需要你去纠结的了 是吧 人家就说的可能性较大 没有说一定 而像B和C等更多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 它对应这个认定啊 到底合不合适 B说的是截止没问题 大家都理解了哈 那C说这个准确性 你能不能理解 你看就要看前面这个情景了 他说的是采用完工百分比法来确认收入 对吧 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话 那也就是说这个百分比高和低 那对应着确认的收入的金额就不一样 而他在题目当中有明确说了 这个完工百分比当中 这个完工进度的确定啊 是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百分比 你可能说5% 10% 都有可能是合理的 对吧 所以因为它是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那么就很有可能 在这种高度估计不确定性下呢 在确定这个百分比的时候 可能这种5B的这种迹象就更容易了 对吧 然后这个5B就导致什么 导致说 它可能5% 也可能说50% 那么对应着确认这个收入的金额 是不是就有可能有问题 是吧 所以对应它的准确性 收入的准确性 这是第一类认定 就更容易发生5B的这种风险 所以这个θ也是对的 是吧 第一呢说 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备审单位 收入的发生认定存在5B风险的可能性 通常大于完整性认定存在的5B风险 我们刚才在讲第一道题的时候 其实跟大家说过说 对于企业而言呢 这个收入啊 往往是对于这个管理层业绩考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收入审计的过程当中啊 对于收入的 它的这种发生认定要尤其关注 很多的企业可能在这个收入上面 虚增收入 是不是啊 尤其到了关联方交易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更容易通过关联方交易呢 来虚构收入 来虚增收入 对吧 那么这个A这么来理解 但是对于D来讲呢 他俩并不是一回事 因为有同学说 老师你看他讲完A之后 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这个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可能更容易去做的 就是这种收入虚构的问题 而不是收入虚减的问题啊 A只是说 从关联方和非关联方交易的角度上来讲 收入更可能 对于它的发生认定来说呢 舞弊风险可能性更大 对吧 但是到了D的时候呢 它是从一个泛泛的角度上来说的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你想 哪怕它是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啊 你说它收入发生 这个舞弊的认定 收入的这个发生认定 和完整性认定 哪个可能性 可能发生这种 错报的风险更高啊 这个没有办法去对比 对吧 可能更多的是基于什么 基于这样一个企业的这种 比如说 现实的状况 你说我们到 这个做综合 综合题的时候 资料一和资料二 结合的时候呢 往往就给你 比如说资料一当中 给了你这种业绩的压力啊 然后呢 这个利润分享的计划呀 业绩的要求啊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这种发生认定啊 可能够容易有武力的这种行为 这个是好理解的 是吧 因为有业绩的压力 有利润分享的计划 它就想着是 达标达标达标 但是外边的这种风险呀 体验内部的这种治理呀 可能给的这种情境下 达不了标 是吧 那这个时候达不了标的话 结果他还要想去达标 因为不达标 就有可能会被炒鱿鱼 就有可能会被降薪 对吧 那利润分享计划下就是 如果你达不了标 你不仅你得不到好处 反而可能会被炒鱿鱼 但是你达标了之后 你还可能会有好处 那么在这些情境之下 就很有可能在收入的发生上 就虚构收入了 对吧 来满足这样的一个 业绩考核的要求 来满足能够利润分享的 这样一个这个好处 对吧 但是从那种具体的情境下来看 他有发生认定 更容易出现舞弊的这种风险 但是对于一般而言 对于盈利为目的的体验 他说收入的发生和完整性 并不能够非常明确的 就说哪个更高 因为你想啊 如果有业绩考核的压力 那可能更容易发生虚构收入 但是如果说人家收入 可能已经达标了啊 然后呢 有这种比如说隐瞒收入到 下一期当然这是一个截止的问题 更可能的就是隐瞒收入 来减少利润 并且进一步的减少我的纳税呀 对吧 避税呀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完整性就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比的 谁比谁更高 可能需要我们结合的具体情境 再来判断可能会更合适 但是范范而言 他俩之间没有可比性 有可能有的时候 收入的完整性认定可能更容易出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D呢 他说的不对啊 这要题我们就选择是D 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备审单位 管理者实施这种舞弊的动机或压力不一样 那么对应着这个认定就不一样 对吧 那如果有这种利润的压力啊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高估收入这种可能就更高 那么如果说 隐瞒收入而降低税负的这种动机的时候呢 那可能对应着就是什么 就是这种收入的完整性更容易出问题 是吧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要结合着具体的情境 再来判断 哪个认定可能更容易发生舞弊 好 再来看第三题 三选题 2016年的题目啊 说在识别和评估重大错号风险时 下列各项中 注册块是应当假定存在舞弊风险的事 这其实不就是我们最常考的那个点吗 虽然你看ABCD四个选项 感觉上都挺重要的 是吧 但是我们说了 我们在进行审计的过程当中 通常假定的就是收入的确认存在舞弊风险 是吧 当然这个说的是假定啊 并不是说直接就说 这个收入一定是舞弊啊 假定它是舞弊风险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以这种舞弊收入确认啊 有舞弊的这种风险去高度的重视它 随着你这个审计的过程啊 合理的职业怀疑职业判断之后 如果呢你发现人家这家收啊 确实它的确认过程当中 并不存在舞弊风险 对吧 你经过了一些程序 一些判断 一些等等各个方面的证据的收集之后 你认为它不存在这种舞弊的风险 完全可以在审计工作提高当中 将这个理由写下来 并且在后边的审计过程当中 就以一般风险来审计收入的确认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先是让你提高警惕 就是对应着收入你要以假定它是舞弊风险 对吧 然后再往后确定完了它到底真的是不是有舞弊风险之后呢 你可以基于你的确定的结果再去进一步的执行程序就OK了 只不过呢你要把你的结论啊 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理由写在工作提高当中 好再来看一道简答题 ABC快议师事务所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上市公司贾公司2016年度的曹报表 委托A柱子快议师担任项目合伙人 A柱子快议师确定曹报表整体的重要性能是1200 贾公司主要提供的是快递物流服务 我们来看啊 资料3 A柱子快议师在审计工作提高中记录了审计计划 部分内容摘要如下 看看啊 假公司应收账款会计啊 看啊 说的是应收账款会计啊 然后呢 每月末向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客户寄送对账单 并调查回函差异 应该控制仅涉及一小部分的应收账款余额 A柱子快议师呢 你不测试该控制 直接实施实质性程序 然后要求是 指出审计计划的内容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的简要说明理由 他的计划就是不做控制测试了 直接进入到实施性程序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同学们 我们讲是可以的 对吧 我们不做控制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啊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个地方的问题是有的 就是他让应收账款的会计 去给客户寄送对账单 我们讲这个是不允许的 对吧 那么这相当于是一项有问题的控制 就计对账单这个过程是有问题的控制 对吧 但是呢 他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说 他的计划行不行 他并没有说这项控制到底是不是 真的就不合理 是吧 然后如果说测试这个控制 认为是满意的 那就不行了 因为是一个有问题的控制 他有时候满意 那肯定不行 但是他没有说测试 直接说了不测试 直接进入到实行程序 我们讲这个就是恰当的 由应收账款会计执行与客户的对账 不相容职 没有分离 对吧 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控制是有问题的 不能够依赖控制 而且呢 他也没有做控制测试 直接进入到了实行程序 这个是OK的 好 再来看下面一道简答题 一部分哈 说ABC快试事务所的A柱子快试 负责审计假公司2015年的报表 与审计工作底稿相关的事项如下 一 因以前年度审计中未发现收入5B的情况 A柱子快试认为 假公司2015年度的收入确认呢 也不存在5B风险 就在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上述的理由和结论 问问你这种做法恰不恰当啊 如果不恰当呢 讲要的说明理由 那我们来看 这样的做法恰不恰当 以前年度审计中没有发现5B 然后呢就认为 今年啊 也不 这个收入确认也不存在5B风险 就在工作底稿中记录了上述理由 我们说 我们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首先呢 是要对收入的确认啊 是假定存在5B风险的 对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你假定它有5B风险 但是如果随着我们工作的推进之后呢 我们发现 随着我们的程序的执行啊 获取了证据啊 发现它并没有5B 我们可以在工作底稿当中啊 就不存在5B风险 我们可以在工作底稿当中 将相关的理由给它写上去 对吧 但是你看 它这次认为 它不存在5B风险的理由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说 在审计过程中 以前年度没有发现5B 那么今年就直接说 它没有5B了 这个理由显然不能够成为 你认为今年收入 不存在5B风险的 一个成立的理由 对吧 所以这个不合适啊 注册快师 应当基于收入确认存在5B的风险的假定 来评价哪些类型的收入啊 交易啊 等等啊 存在这样的5B风险 那么如果你认为它不存在5B的话呢 应该也是通过本年度的一些程序的执行 再来确认 而不是说我说以前年度没有发现 那今年就不认为它有5B了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 是吧 好 再来看另外一道简杂题 ABC快试事务所的一周所快试 负责审计假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 工作底稿中呢 与韩正相关的部分事项 在录如下 我们选了一项啊 说假公司根据销售合同 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客户与公司回函确认金额小于韩正金额 那么相当于什么 回函出现了差异 对不对 我们讲当回函出现差异的时候 往往做题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金额比较小那就不管了 我们说不行啊 金额比较小 也仍然要执行进一步的程序 来确认这个差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并没有说职业就不管了 而是说假公司管理层啊 系期末 再图发出商品啊 再图所致 什么意思 就是我去跟客户进行韩正的时候呢 人家回韩的金额小于韩正的金额 一问呢 说是因为这种时间差啊 再图的这个发出商品导致的 是吧 相当于说 被审单位已经在发出商品的时候 就确认为收入了 确认为收入就是确认为 对方要欠这个欠我的这笔应付账款了 对吧 但是人家乙公司呢 没有收到商品 人家还没有确认收到这个商品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人家乙公司就 把这笔应付给被审单位的账款 还没有记下来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二去呢 我记了应收 但是对方没有记应付 那可不就是 对方回韩的这个金额 要比我记的这个金额要小吗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讲 这个其实是合理的啊 那作为注册会计师来讲 当他发现了这种情形的话呢 他也给了这样 被审单位也给了这样的一个解释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好 我们检查了合同 对吧 检查了出库单 被审单位跟这个第三方签的合同 被审单位的这个出库单 最重要的还有签收单 对吧 相当于这些信息都是被审单位跟第三方 也就是已公司这个客户之间做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交易的记录 对吧 然后呢 这些证据本身其实它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哈 他不是说单端的就是被审单位自己的 那同时呢 还跟已公司的财务人员电话进行了一个确认 如果说我单纯的只是 比如说这个给被审单位提供的一个已公司的电话 去进行了一个沟通 我们讲这个不行 因为这个电话是被审单位提供的 对吧 但是现在来说 他没有是被审单位提供 他是在检查了如此之多的这个证据的基础上 又跟已公司的这个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一个电话的确认 他不仅仅说对于回寒的差异 仅通过这种口头的方式 但是既有这种电话确认 又检查了相关的这些将用的这个凭证 我们讲 这个时候是可以支持 他前面给出来这样一个 在图所致时间差导致的回寒差异的 所以这个做法是恰当的 这道题呢 我们在前面讲专题含正那一部分的时候呢 给大家介绍过 大家不妨就要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对应着做这一类题目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说有差异啊 有不符啊 我们通过进一步的一个程序去检验的话 那么这个程序 他有问题的往往是什么 就直接拿着 比如说被审单位给我提供的某一个信息 去核对说 无误了 那对于他提供这个可以需要用来去核对信息 本身的可靠性 数字块也是没有评价 那么这个时候往往说是不行的 你不能拿到一个你没有评价可靠的内部的证据 再去验证你有疑问的这个信息 对吧 但是像这道题当中呢 其实他你看不管是从这些环节 已经涉及到了这个乙公司的这种制衡效应的 比如说签收单啊 合同啊 对吧 那么再有呢 就是还给乙公司进行一个骗化确认 相当于这两个程序合到了一起 再来对于这样的一个差异 进行一个这种程序的执行 一个验证 我们讲是可以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的 没有问题 好 再来看另外一道简答题 ABC科技师事务所的A注册科科技师 负责审计假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 工作底稿中与含证相关的部分内容 在录如下 我们来看看啊 因未收到应收饼公司款项的 宣传行回函 A注册科技师呢 将检查期后收款作为替代的审计程序 查看了应收饼公司款项明细账的 期后代方发生额 结果满意 不是应收账款吗 我们要进行函证吗 对吧 那么这笔应收账款的是应收饼公司的 我给他发行证含了 但是没有回函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们说这种情况可能考虑要采取替代程序了 对吧 这道题考察的就是你 他采用的这个替代程序 到底能不能够获取充分实际上的证据 那么大家来看啊 他的替代程序是什么呢 检查了期后收款 用的是查应收账款 丙公司应收款 应收饼公司款项明细账的 期后代方发生额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说 本来是在期末的时候呢 应收饼公司 比如说 这个一共五笔 这写的话是六笔 对吧 然后应收这些钱 然后呢 结果都没有给我回复 然后呢 我去 怎么办 我去查这个期后收款的情况吧 比如说到了 这个我审计的是2021年 2022年的2月份呢 确实这笔钱 从账上说已经是代方发生额了 对吧 这笔钱也代方发生额了 就相当于什么 收回来了 那我就去查了这个代方发生额 一看啊 确实收回来了 对吧 假设 六笔都代方发生额 都代 都已经代了对应这个金额了 意思是什么 什么时候做代方 不就是 比资公司确实把这个钱还给了假公司 我才是代应收账款吗 借比如说银行存款等等 是吧 那么如果我给他发巡政函 比如说查这六笔 全部都没有回函 那我查的是 哎 是不是到期后期末 这个期后的时候啊 就是代 比如说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五笔 六笔 啊 代方发生额 寄了这些钱 那我就说一定是OK了 所以你说行不行 够不够 那如果被审单位 就是自己在期后的时候 专门的在这个应收账款 这个明细账上 做了这样一个代方发生额 啊 然后我就直接就认为 他确实收回来了 你觉得够不够 我听说吗 不够呗 对吧 你光看这个代方发生额 如果他根本真的就不存在 这样的一个应收饼公司的这些 呃 明细账对应这些款项的话 然后呢 你给发行人还没有回寒 对吧 然后他就为了 胡你的眼啊 他就直接到了期后的时候 因为期后收回来的话 这个时候 对于你期末的时候 他存在 继续存在这笔应收账款 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就是相对应的 如果虚构的话 他仍然在那个账上虚构着呢 对不对 那期后收回来的话 那么某种程度上 你就会认为 哎 收回来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那个期末的时候 确实是存在啊 没有虚构啊 对不对 不对呗 是吧 你光查他 光查他 那他如果单纯的 就是把这些 只是做了一个 代方发生额 然后钱根本就没有来 你是不是仍然 光看他还是不够 对吧 你应该再检查检查什么 检查比如说 对应的 这个代方发生额 那个借方 是不是真的钱回来了 对吧 如果那个借方 借这个库存现金 或者借银行存款 那个钱真的回来的话 那还可以说 某种程度上 确实是啊 人家把钱还回来了 但是你只看了 代方那绝对不够的 是不是同学吗 所以这个不行 不仅要看代方发生额 还要检查相应的 这个相关的凭证 收款的这个单据 来证实确实是 就是应收账款 秉公司 对应着在资产负债表日的 那些相关的这个款项 而不是说 我光看看代方发生额就行了 被审单位 做这样一个假账 你光看看这个假账上 是不是这个钱就带回来了 带回来 不一定 对吧 他就做这么一个账 你得看看 相应的这个凭证 这个单据 是不是那个钱真的回来了 是吧 所以呢 你不仅要看账 账是很容易就去造假的 你还要看看 跟这个账相关的 其他的能够勾计起来的 能够制衡的 其他的那些 能够给他提供支持 提供证据的 相关的这些凭证啊 记录啊 那再进一步的确定 确实是 这个代方发生额 是实际真的发生的 那就进一步的 确实对应着的 这个代方发生额 就是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 我们想去巡证的 应收饼公司的那些 明细的应收款项 那么才能够给他 提供充分的证据 好 再来看综合体当中 节选的一步法 说A24会议师 在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 假公司销售 与收款循环的 内部控制 看来说的是 记得是内部控制啊 然后呢 说部分内容 在录如下 这块其实考的是什么 不是你 注册快议师的程序了 而是让你判断一下 它的内部控制 做的到不到位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过程 也是提醒了大家 我们要长心眼 要仔细的审题 你看前边的题目 往往就说的是 注册快议师 执行的程序 有的说的是 做的控制测试 对不对 有的说的是 做的实质性程序 对不对 有的说 你做的这个审计计划 安排合不合理 而现在来讲呢 只是让你看看 被审单位的这个 内部控制制度 本身到底合不合理 我们来看看吧 第一 对应的风险说 向客户提供过长信用期 而增加坏账 损失的风险 我们讲 对应的这种问题 还是很普遍的 也很 对于企业的这种 这个挫败啊 对于企业的这个元气大伤 还是很 影响很大 对吧 你说如果一个企业 这个 他的客户欠了他三个亿 一直不还 一直不还 那对企业来说 是不是影响很大 是吧 所以呢 这个风险就是 可能会存在这种 长期 过长的这种信用期 一直不还 从而导致这个应收账款 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 坏账的情况 那作为企业而言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其实就是 比如说对这个 被审单位的 这个客户相应的 客户的这种信用资质啊 信用状况啊 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 再来决定你 当发生 应收账款那一刻的时候 我要不要给他 设 设销给他 设销的金额到底有多少 对吧 设销的这个 时间的这个 安排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就是相应的控制 看看他怎么做的呢 说 客户的信用期 由 信用管理部 来审核批准 这个没问题吧 我们说一定不能是 采购部门 采购部门 如果让他们批准的话 他们就为了那个采购的业绩 对应这相应的提成高 就可能会肆无忌惮的 毫无章法的 没有原则的 就各种 给他 批准他的信用 我不管他最后还不还的回来 反正我先卖给他 我的提成就来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点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这个信用一定是由 信用管理部门 而非销售部门的人员来 对吧 那么说如果长期客户 临时由申请 临时申请这个延长信用期 由销售部的经理来批准 看啊 前面说的好好的 是由信用管理部门来审核批准的 对吧 当然到后面呢 说如果临时的话 就由销售部经理来批准 这个貌似看上去 就是说 因为毕竟跟客户打交道的是 这些销售的人员 所以既然那么临时 那我们就直接让 找一个最便利的销售部门的经理来批准吧 这肯定还是不行的 对吧 一定不能由销售部门的经理来批准 他们批准的话 他们就会失去原则 某某啊 失去原则 但是我们讲 让他们去催收这个应收账款 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但是信用期 信用的这一部分 一定是由信用管理部来批准的 这是跟销售的一个不相容的职务 对不对 所以这个A 它不对啊 第一个做法它不对 说未能实现相关的这种职责分离 长期客户临时申请延长信用期 也应当是继续由这个信用管理部门来审核 那如果说这种临时申请由销售经理来审核的话 就容易造成销售人员为了追求更大的销售量 提高他的这个收入 而不恰当的来延长这样的信用期 从而很有可能会导致他前面说的这种风险就真的发生了 对吧 再来看第二个 应收账款的记录不准确 为了避免应收账款的记录不准确怎么办呢 说每季度末 财务部向客户寄送对账单 如果这个客户没有及时的回复 那么销售人员呢 要跟进 我们讲这个跟进是合理的 对吧 就是他没回复 让销售人员去跟进 为什么没回函啊 然后呢 销售人员也可以跟进对应收账款的一个催收 这个都没问题 是吧 说如果客户回复表明差异超过该客户的欠款的余额的5% 则进行调查 回函就相当于是一个回复 对吧 这个是以这种记从对账单的方式来 进行一个对这个核对啊 还不是说韩正 因为这是一个企业自己内部控制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账单回来之后 如果有差异的话 我们讲有差异往往就应该去做调查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超过欠款 这个差异啊 超过欠款余额的5% 才去调查 意味着说如果低于5%就不调查了 我们说这个不行 其实我们讲韩正的时候就说了 如果韩正回韩有差异 往往都需要调查 题目经常说 这个差异金额比较小 我们就不调查了 不行 是吧 既然你做了韩正了 即使他这个差异 就是都低于明显明显错暴 零件值都是明显微小的了 我们仍然要考虑去调查 如果调查完了之后 确定他确实是错暴 这个时候这个错暴呢 是明显微小的错暴 那我可以不要去管理层去更正了 对吧 但是当你发现差异的第一步 先去要去调查 调查再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对应着如果作为一个企业内部控制来说 我们再进行一个寄送对账单之后 发现了他有这种差异 我们说也应当是考虑 对所有的差异都要调查 那也就是说 即使没有超过晚上之后 也该调查 对吧 就是这个控制啊 我们希望呢 通过这好题让大家先理解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要仔细审题 看看到底问的是注册会议师的这种审计的程序 不管是控制测试啊 还是实际性程序啊 还是说我们的审计计划的部分有问题 对吧 然后对于重大事项的处理有问题啊 反正都说的是要先看清 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注册会议师 相应程序的执行到底合不合适 那那么还有就是像这道题 他问你其实都不是注快 是说让你站在一个企业管理层的角度上来说 你作为企业的管理者 在进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这种内控制度建设出问题的情形 那这个其实就说的是 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方面的考察 好 再来看一道综合题的节选啊 说甲公司是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主要从事这个肉制品的加工和销售 A柱子快师负责审计甲公司2015年的报表 资料4 甲公司部分员材料呢 细向农户来采购 财务人员办理结算时 应当查验农户的身份证 并将身份证复印件及农户的签字收据 作为付款的凭证复件 2000元以上的付款呢 应当通过银行来转账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去买农户的这个农产品 对吧 我向他们来采购啊 那么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财务人员在办理结算的时候呢 要查验一下这个农户的身份证 对吧 不要说这个钱随随便便就给谁了 要先查验身份证 然后呢将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 就把钱给谁了 给从事人员买的呀 我们要有这个复印件 还有农户签收的这个收据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钱 我买回来了 然后呢给谁谁钱了 实际上这个钱到了 你自己要包 那不行 对吧 我们说啊 要把你卖给谁了 我们有证可查 卖给这个人的复印件 要有 这个人的签收的这个收据 要作为这个付款的凭证付上 而且要求什么呢 如果你要给这个农户的钱啊 超过两千块钱的话呢 你不能说直接给他现金了 而是要干嘛呢 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对吧 你想给现金和银行转账 又不一样 我们讲银行转账 这其实就是 无形当中有一个控制在其中 然后A-Rose会议师在工作底稿中 针对于上面的这个情况 这个查到了备审单位 它的采购与付款循环 执行过程当中的相关的这个内容 看啊 说在实施控制测试时呢 发现了一笔八千块钱的采购交易啊 被掺分成了八笔 我们讲 对应着如果八千块 按照它的要求超过了两千 应该是通过这个银行转账的方式来的 对吧 但是现在呢 这个作为一笔八千块的采购呢 分成了八笔 以现金的形式来支付 是吧 分成八笔 每一笔假设就是一千块钱的话 那可不是每一笔都低于两千吗 就可以现金形式来支付吗 对吧 那么说 为什么这么做呢 经理解释啊 该农户无银行卡 那美术所快事就问了这个农户 并对控制测试结果满意 同意们来看 这种做法到底恰不恰的 相当于前边这一部分在介绍 就是这个假公司 它自己的这样的一项控制的制度 就是你去采购的过程当中 发生两千块钱以上的这种交易 你给这个农户 你从他那儿采购两千块钱以上的这个商品呢 就要进行一个银行的转账 而不能现金支付 对吧 而像提干当中呢 这确实就是一个超过两千块钱的 按照正常的要求 就应该是转账的方式 那但是它是什么呢 它拆成了八笔现金支付 同意们说这样行不行 这肯定不行 对吧 这就相当于很明显的违背了控制的要求啊 是吧 你不能说 老师 我拆成八笔 每一笔确实就是一千块钱啊 但是实际上 你真实的交易 发生就是 买了他八千块钱的东西 给了他八千块 对吧 那么你如果说 这样都不算是违背了控制的话 那控制都无效的话 那什么算是控制有效啊 那所有的 我都可以给他变相的 就说他控制是执行了的 对吧 那肯定显然这个地方不是啊 就是他没有按照要求 把八千块就以银行 这个转账的方式啊 对不对 结果他怎么说的呢 你看啊 确实是跟农户了解了 说他没有银行卡 然后呢 就直接进行了这样一个 说他控制是合理的 满意的 你说行不行 这肯定不行的 你能满意吗 你这个注册块 也太没有原则 明明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来说 他的控制就是 超过两千块 就必须是银行转账 但实际上 结果他超过两千块 他都八千块钱了 他变相的 你说你分成八笔去 现金支付 那实际上最后转的 不还是现金支付了八千块钱吗 对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那这个控制是有效的 是不是很好执行控制呢 当然没有 对吧 所以说他的做法恰当吗 不恰当 控制没有到达执行 你还控制测试满意 怎么可能说满意呢 对不对 他说我没有到达执行 你怎么可能说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